因為我們預計是週末正式開啟公園人士參觀 通常公布餘價錢就已經提過了 我們都會安排Covidlock VIP的preview 即是明晚 至於星期五 因為我們都要安排給代理來參觀 我相信星期五主力都安排給代理來參觀 雖然昨天和今天我們做了一個百場的簡介會 但是仍然有很多代理 我的接觸,尤其是一些外區的代理 其實他們手頭的客人都對這個本有興趣 我相信應該星期五主力會安排代理來參觀 預計都講到新界 應該都會有很多代理會來 即是週六收票 週六收票 最快 定價都是參考一下 定價 定價 我相信我之前都提過 過往我們在醫區都有三個項目發售 對醫區的認識很深 同區或者附近都有一個項目發售 一手的項目 我們都參考它之前的價錢 我記得它應該兩年前左右 首批的價錢是17888 我相信這次我們都會考慮我們項目的質素 景觀、環境 或者私房 我們去寧定我們的售價 但是之前都提過 我相信這個時間的 我相信我們主力都希望在成交那裡 作為我們的重點 希望可以透過成交 可以給它一個市場的信心 所以首批的價錢 我相信都是交為貼士價 也都希望可以給客人的感覺 是覺得是吸引 也都看回今次的項目 我相信都不只是單一看價錢 另外也要看回 那個產品的質素 過往我們的口碑 交流的質素 我相信買家都會一拼考慮 因為剛才都很詳細介紹過 不再重複了 我相信應該都是在整個日出康城站 來計算 都是一個很優勢 很出色的項目 或者配套 最快都是亞洲回賣 最快就看時間 因為其實我們都過往 其實要收票理想的 我們都會很短期的安排出售 我相信如果根據現在的推售力的進度 我相信都預計首輪的發生 都可以在三月內進行 下個星期 星期六 23號 其實我們都安排了 在將軍路有一個跑步的活動 也都希望紀念過往我們十幾年 在那裏澳南和澳東的發展 我相信今次不只是推盤 我們也都希望透過壓軸這個盤 去延續我們在一個新區的發展 這個都是屬於我們 湖州公地產 在將軍道澳南和澳東的一個里程地 即是跑完才買 不知道 到時候看那個時間而定 我相信就 無論如何 我們都希望兩件事都可以做好 剛剛都說過 複盤方法有四個 這次會有什麼特別複盤方法 因為複盤的複盤很簡單 之前都看過 一房到三房 三百多尺到六百多尺 我相信都是一些用家小家庭 未必需要一些很特別的負盤方法 所以我相信 處理都是一些基本的方案 也都是適合他們的 還有現在都見到 很明顯減了難之後 其實每天一手的成交都百幾宗 我相信今天的私房有不同的了 未必需要靠一些很特別的 或者很優惠的負盤方案去吸引他們 今天都是 我都希望 一些用家 把最後的機會入市 我相信 會否介意說 切辣之後 其實小人蠢的效果 你覺得 和你的想像是怎樣呢 怎樣評估 可能說 稍後的情況 我猜減辣一定是 大家都期待 也都很明顯 看到減辣之後 其實整體的市房是活躍的 那你都見到 一些置業的意欲 信心增強 都反映在成交裡面 不只是一手 二手都是 這個也都很明顯 看到減辣的效應 可以令到樓市平穩 因為始終大家都擔心 樓市是在有下滑的跡象 我相信減辣之後 很明顯 大家都不會再擔心 樓價會有下跡的跡象 亦都希望 那個成交延續 給大家可以一個信心 對樓市的後市的發展 更加健康 因為一個健康樓市 其實需要的是一個 穩定的成交 平穩的價錢 我相信減辣之後 很明顯是做到這個 這個作用 也都期望 今年的樓價可以平穩發展 那麼發展商也都希望 把這個時機 希望可以出上多些 手頭的項目 因為過往好像 我們經常都說 課與良全 都希望透過那個 試作的氣氛 我們增加性格 那就 出到貨 我相信 未來的 我們都希望把這個時機 進入一些新的項目 想了解一下你們集團的貨美 情況 如何 會否說今年 快過退休的步伐 其實我相信 我們貨美的單位 又不多 我相信 如果真的計算 我們自己 集團自己 剩下一些貨美 或者燃鈕的單位 其實我相信 都是講 夠200個 落成了的 亦都有一些合作項目 我相信 亦都要視乎 我們的合作伙伴 那個 推銷的 部署是怎樣 我們自己本身 就 我被單位不算多 但是 每一次都是 我們都希望 每一個新伙伴 都做到好成績 都是可以 負荷到 火月臨轉 這個 這個產品 你覺得 會否說到相對 是 相對是 可能是 我覺得 大家都 減難 我相信 其實政府 都不想 樓價 有一個大幅的飆升 我相信 短期之間 的 兩三個月 我相信 主力的 都是一個 銷程 為主要的因素 我相信 價錢的 都是平穩 你說樓價 有沒有條件 有一個升幅 我相信 都要視乎 下半年有沒有機會 減息 因為 息口 和樓價 是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過往兩年都見到 息口 都加了超過兩年 樓價都跌了 接近有兩成 我相信 都是反映了 利息 對樓價的影響 你說 如果美國那邊 開始減息 我相信 那個 息口的因素 舒緩到 市場的看法 有條件 令到樓價 會有一個 輕易的 上升的動力 剛才說到 你說貼市價 會不會是下一張價單 大概是 我現在還不知道 我相信 公佈了首批 單位的價錢 再看看市場的反應 近期都見到 其實 市況裡面 都提過很多 用家入市 也都見到 有一些 投資者入市 因為過往 那招 也都 這個 投資 那個 需求 其實都 直白了差不多 超過十年 我相信 很明顯 看到 當這個減納消除了 很多投資者 都把機會去入市 因為始終 這個 沒難是低了 那 內地的買家 我相信 他們在政策上 他們受惠最多 所以你會見到 他們佔市場的比例 相對 是提升了 那 用家 我相信都加快了 一些門樓客 租賣了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打工仔 都要看清楚 我相信 都透過一個 比較長一點時間的成交 給到他們一個 信心 進發入市 這件事情就是 想問一下 投地以獄的 會怎麼看 投地以獄 我相信 發展商也是 市況很穩定 有去到貨 他們都需要 吸入一些新的項目 我相信 這方面 我們都會遇到 合適的項目 我們都會去鏡頭 因為 過往那一季 政府就斬停了賣地 這個都明白 因為 之前 未設之前 樓市都是很平的 還是樓價 大家都很擔心 還有一個下滑的跡象 起碼現在 現階段 我相信 已經是一個 見不到 大家再擔心樓價下跌 反而 大家都在留意 成交反而可以持續 你第一批 會是教育人的價錢 第一批 會不會有教育人的價錢 我相信 每一次 我們項目 都希望做到 可以引起市場 的關注 或吸引客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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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